NETFLIX火热韩剧《黑暗荣耀》近期上映第二部 剧中霸凌五人帮中由林志妍饰演的罪恶女 普贤正 尖酸刻薄又疯癫的演技总让人不寒而栗 恶毒女人演技也让人看了气得牙痒痒 她的演技实力引起观众热烈讨论 其实林志妍早在电影《人间中毒》一托成名 她也在不少火热戏剧中担任药角 带你一起更深入认识她吧 虽然林志妍在《黑暗荣耀》中饰演的邪恶形象太过真实 在反派演技上看起来相当熟悉 已经出道十年的她有过不少演出经验 但其实这是她第一次饰演反派 逼真的演技让人惊艳不已 甚至有入戏过深的观众 直接祭奠卷棒给林志妍 林志妍又是家境非常贫困 甚至连学费都难以负担 但她不放弃 努力考上了艺术综合大学画剧学院戏剧系 在进入演艺圈后视镜屡战屡败 但之后的一部限制及电影《人间中毒》一托成名 2014年林志妍和宋陈宣合作 演出她的第二部电影《人间中毒》 这是不以战争为背景的限制及电影 剧中林志妍饰演出鬼人妻 从车上到床上 火辣床戏激情到让人不敢直视 但这一拖让她获得了相当大的关注度 床戏表现生动又精彩被誉为寒板汤围 更拿下辅日映画赏的新人女子演技奖 和大中奖的最佳新人女演员奖 除了《人间中毒》 她也在度出演极具话题的限制及电影《奸臣》 《色诱天下》 并在电影中饰演女主角丹西 还在火热剧纸房子韩国片演出首尔 《黑暗荣耀》的普贤症 更是让她国际知名度大开 林志妍在《黑暗荣耀》剧中 遭到妈妈尹多金红莺碍事 被判交出高中姓名名牌 最后两人都因作恶多端进了监狱 但在现实生活中 林志妍和妈妈的感情非常好 她曾说过 有什么好事我都会第一个跟妈妈分享 有什么烦恼我也会跟她请教 林志妍私下超爱运动 爬山、健身、潜水、皮拉提斯等 她在IG上也分享了很多潜水的照片和影片 平时林志妍也会花一至两小时练习皮拉提斯 并且固定到健身房报道 她表示特别喜欢运动完 全身爆汗的感觉 仿佛全身都被进化了 运动中专注的过程不仅锻炼身体 更帮助我缓解压力 改变心情 而她也分享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果冻 林志妍的保养步骤很简单 因为是敏感肤质担心会过敏 仅有化妆水、精华和乳液双三个步骤 以不超过三种保养品的减法保养 减轻肌肤负担 林志妍也会一周去角质一到两次 替肌肤深层清洁 去除老肺角质 后续保养品也会更好吸收 林志妍每天也会喝一杯泡水的维他命C8泡定 来维持体力和抵抗力 也会勤劳补充综合矿物质 综合维他命核心 她也会把高丽菜、花椰菜、柿子、红萝卜、苹果和香蕉等打在一起喝 达到消水肿的效果 让人期待已久的《黑暗荣耀》第二部在上档后 不负众望荣登世界榜第一名 剧中霸凌五人帮的下场让观众直呼过瘾 而当中饰演是独如命的教会千金里梭罗 有出道超过13年的金赫拉饰演 他独特的病态美与艺术气质 将反派角色展现得更有魅力 其实金赫拉出演过不少快智人口的作品 一起更加认识他吧 金赫拉在《黑暗荣耀》中饰演一位颓迷的画家 读影发作时在巨大画板上用力画下的绿色高跟鞋 成了本剧一大伏笔 而金赫拉不仅在剧中是画家 戏外的他也是个充满艺术细胞的艺术家 他在IG上也会分享自己的作画过程 让大家忍不住留言赞叹 金赫拉还出过单曲《三十代的爱情》 歌曲唱出他三十多岁时对爱情的真挚感受 是一首让人听了心中会泛起酸涩液的抒情歌曲 金赫拉在第一次试镜就拿到李梭罗这个角色 原本对角色了解不多的他 在他按照剧组给的台词演了一遍后 再把自己绘画作品给他们看 他说话里面有很多元素 十字架 女性裸体 金钱 香烟 酒精等 在他展示完作品当天就收到完整剧本 让他当下开心的哭了 金赫拉经历相当丰富 在各个热播剧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不管是邪恶与疯狂中的毒品组织首领 龙社长 非常律师与鹦鹉的脱北者妈妈 迹象星 极致医生生活二的肝病患者 安城珠 金赫拉让每一个角色都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色彩 可塑性非常高 让人看了不禁给予剧抛脸的最高评价 不同于2021年才开始演的电视影剧 金赫拉早已拥有13年的舞台剧 音乐剧惊艳 是个演技优秀且情感渲染力极强的演员 他从群演慢慢晋升到主演 音乐剧代表作包括 居里夫人 Fan Letter Bernarda Alba 月亮和六便士 等30多部 虽然目前电视剧作品不多 但过去舞台剧的经验 让他成为一个演技精湛且情感渲染力极强的演员 在饰演李梭罗时 金赫拉从眼神 穿着打扮 到谈吐局质 都展现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病态感 但其实私下的他以干净素雅的妆容与穿搭为主 呈现出空灵气质 很难把他和剧中的疯癫形象联想在一起 金赫拉除了把画画当兴趣培养 更身体力行为艺术领域尽一份心力 开设复合式咖啡厅 RT Project 为自己一样喜欢画画的人提供一个能互相交流创作的空间 金赫拉希望让单纯喜爱画画的人 有发挥的地方 也期待有朝一日能替他们举行画展 Netflix韩剧《黑暗荣耀》从第一季开播后 霸凌议题就成功引起许多共鸣 而剧中崔慧晨 车朱英氏 作为洗衣店的女儿 在霸凌五人帮中论家境和地位都是团体里的下位者 吸毒艺术家李苏罗更对他说过 当初不是文童银就是你 最后他成为空姐还想尽办法将自己驾进豪门 车朱英在第一步就时不时展现傲人好身材 没想到在第二步他和普贤正 凌智掩饰 对峙时 竟当众脱掉上衣 正面全落 无预警的露点戏码 让观众全看傻眼 而他的S型的好身材却也备受讨论 接下来就将一一揭开车朱英的私下面 车朱英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空姐摧毁成这个角色 而是经历了多次的试镜 真正拍板定案的那天 还是因为导演的一通电话 车朱英说 通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愤怒 沮丧 他问我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我当下非常诚实地回答我过得 的糟 被骂脏话后导演不但没有生气 还说他很喜欢这个回答 就决定把角色给车朱英 摧毁成在黑暗荣耀中是一个做过龙辱又有性感色彩的角色 车朱英放弃女明星最需要的克制饮食 用增重保持性感风雨的体态 而戏中的短卷法造型也是他提出的意见 除了母语韩文 车朱英还是未会说中文、英文、日文共四国语言的大学霸 而他的爸爸是未教保守的人 希望他能好好念书 便送车朱英到美国由他州立大学留学 爸爸希望他不要往演艺圈发展 虽然家人不支持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可以演戏的梦想 拜托父母给他机会到30岁为止 车朱英仅用最简单的卸妆水卸妆 然后再用泡沫清洁脸部 平常也不用各种瓶瓶罐罐护肤 不工作的日子就不会化妆 私底下保持素颜 让肌肤远离化妆品达到休息的目的 在IG上可以看到车朱英平常自己煮的料理 他爱吃凉面、荞麦面 都是很爽口、低热量的美食 他也会自己做 汤泡饭 将白饭泡在绿茶里 并搭配虾子和螃蟹等海鲜 健康又美味 偶尔他也会自制一碗 纳豆饭加太阳淡 因为纳豆营养价值高 具有促进新陈代谢的功效 需要控制体重或是代谢不好的人可以吃 车朱英时常会去游泳来锻炼身体 他也曾经在IG上分享他的泳资 从挖室、蝶室、自由室到混合室 热爱游泳的他 只要早晨有空就会去游泳 为崔慧成一角尊重的他 在黑暗荣耀杀青后 为了能回到原本的体态 他除了每天早上去游泳外 还会去健身房报道 做瑜伽、冥想和棒式运动来锻炼身体 车朱英还会去练剑道 除了可以爆汗燃烧脂肪 还能培养灵活度 看车朱英的IG 就会发现私下的他是个文艺派 书籍 相分配上音乐再一杯酒 就是他的疗愈公事 看展、画廊、出去旅游的照片 也都散发着他的文艺气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